下一題 就問你說要叭叭叭叭叭叭 請問你哪個選是對 有答案不只一個 跟你講複選答案不只一個 答案不只一個 你在這上面跟我列你是 甲乙餅還是乙餅還是餅釘還是甲釘 來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女生 Number 5 霹靂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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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 丙釘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丙釘 沒有通電的時候 如果可以吸引鐵本 就把它已經有磁力了 就不是因為電流造成的 所以大家不能夠證明電流磁效應 然後 纏上臭明膠帶 目的在絕緣 並不是要防生鏽 那麼短的時間也不會生鏽 所以一也是錯的 有插鐵釘的時候就有兩個磁場 一個是電流磁效應的磁場 是一個鐵釘被磁化的磁場 所以磁力會增強 就我們前面講過了 所以丙是對的 然後安培右手釘 一比 你會比嗎 看出來正負級 然後電流怎麼流 比完之後呢 右邊就是N級 左邊是S級 所以呢 答案釘是對的 所以呢 我們答案選丙釘 接下來就是有關於其他的電話 什麼之類 就我們講過了 碳粉盒 我畫筒的部分有碳粉盒 會有鬆蜜的差別 請問你比較緊密的時候怎麼樣 可愛大帥哥 要找一位叫帥哥 帥哥叫做 你們班沒有三十六嘛 三一 小老師大了 A 請坐下 小老師大了 選的叫做 A 前面教過 比較緊密的時候接觸多 電阻小 所以容易有電流 變得會比較大 所以呢 答案就選了叫做 A 最後一題 這題是參考書的寫法 參考書的寫法 是有一個地方是錯的 可是他就按照他錯的寫法 選了答案 整個敘述 何則有誤 他答案其實是錯的 但是 參考書因為 弄錯了 所以他就按他錯的寫法 去選了這個答案 那其他對的其實很明顯的 對我們有講過 那 誰是錯的 來小女生 小女生 小女生 這個答案叫做 11 7 11 誰 你懂什麼 C嗎 你選C 請坐下 你選的答案叫做 C 這個我們這個體積小 傳得快 不受影響,可以傳很長什麼之類的,這個都是知道的 但是,所以他也是一錯 可是他其實他也是需要放大氣 可是他的距離會比較遠 可能參考是有一個寫說他不需要放大氣 那個想法是錯的 沒有這麼好啦 可以一直傳,能量都不會損失,沒那麼好的事情啦 一定會傳,不過一定會有能量損耗 只是說損耗多,損耗的少而已 所以呢,但是按照參考書的寫法,我們答案就選了叫C 答案要選C,就是簡單的一些練習 讓各位能夠了解,OK?